听说我有该准备的什么 是一段视频 但是这个跟你求职有啥关系 你又不求职短视频制作 对 你又不是求职服装设计 是 你整个今天是来 也不是求职模特 你今天是来干嘛的 我今天还是来求职金融行业 不对 表现自己 这是一个求职动作 那你准备的东西可以展示 但是不要把这个时间的权重和这个偏移了 我觉得你可以百分之十的时间 在展示你的汉服的百分之九十时间 都是笨的这个目标来的 因为全场就一家企业 你应该更加清楚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是有岗位给你的 因为我觉得本身我们活动行业 这两年复古风刮得很热 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策划 和执行方面是需要一些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小伙伴的 但是我一直没有看到说 你对于这个事有什么理解 我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姑娘 可能别人去买一些 一些其他的那种就是潮牌 可能只是她 汉服队运来说像一个潮牌一样 我等着你反驳我啊 就是我想知道你对她背后的这个历史 故事然后来龙去脉是怎么想的 然后以及你怎么理解的 和她未来怎么能够用在你的工作上 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穿这件衣服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条明显的中缝 这条中缝是不是故意 就是因为比如说衣服缝不了了 我在这缝一条中缝 我们的先备为了告诉我们 做人要中正正直 所以在衣服的前和后 都是有一个一条中缝的 这是所有汉服的一个通用特点 姑娘我觉得是这样打断一下 咱们不要就汉服的服装 在第二个环节再去问了 我觉得在第一个环节 咱们展示一下就够了 第二个环节是考你的职场技能 如果面试这个一步步下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 它在真正的职场能力的准备 其实还没有在汉服这个上面 花的时间够多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你展示过多的是你的兴趣爱好 虽然这个很好 我觉得能突出你的一些个人特色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 你想要的未来的一个工作状态 是什么样的 你愿意为她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在证券公司实习的时候 连续三个月 每天早六点起床 然后九点回家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每天都收获很大 好 来看一下她的社交数据解读 张月是一个非常可爱漂亮的女孩 她有一个很专一的爱好 那就是穿汉服 而且穿上汉服的她格外好看哟 平时张月也会在平台上 关注各种关于汉服的新闻 除此之外 她还喜欢看一些搞笑的内容 来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弹琴不上感激 金融都没留下来 一个做活动的 一个卖机械机械的 四仙 四仙 薪酬要谈吗 我想谈谈未来职业规划 是一个对生活很有热情的孩子 所以在我们这个晋升岗位 是从助理 然后到专员 到主管 到经理 然后到总监 这样的一条晋升岗位 我们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 外部的一些信息和数据 所以我们有专门 这样的一个分析岗位 我觉得你身上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那么未来的话 其实我也想看看 一段时间以后 也许你可能会在内部 进行一些转岗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看到如果真的 她是喜欢中国文化 喜欢汉服 其实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其实中国有很多 传统精美的东西 是值得传送的 像那个溜金的簪子呀 一些景泰兰的 这样的一些传统东西 年轻人应该喜欢 这些传统的东西 对 所以她的这种现象 其实我是支持的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铁甲网 铁甲网 银朗文化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谢谢再见 压根不是来找 其实她的这个结果 我一点都不意外 她是来走秀的 对 我张卫谦 根本就不是来找工作 虽然我也四川人 就我们都被洗刷了 我们被洗刷了 被洗刷了 其实爱好跟专业方面 是有一个很大的鸿沟的 你的爱好是 可能是花钱 但是你的职业 是需要靠这个东西 去赚钱的 那么这里面 花钱和赚钱之间 你所产生的这种 差距是巨大的 如果说你只是 我喜欢就好了 那么你在这个场上 可能没有机会找到 更多的机会 她没有做好任何 时尚技能的准备 我认为她是一个 有热爱的人 有兴趣的人 刚才打出来的PPT 也是喜欢张罗的人 在这些上面 我有这个岗位 我就是匹配的职 她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你们那个大门太低了 太奇怪了 曹琳 你今天 杂的有点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姑娘 今天说实话 还是真的职事先的 不是 我觉得 这个姑娘赤职 如果她今天选择了 任何一家都没问题 因为你们愿意给 她愿意拿 可是姑娘根本就不在意你们 人家就是来秀一下的 就显得我们人傻钱多 我觉得咱们引导了 一个很坏的风气 托律老师也说过 在台上 显得我们这些人特别傻 只要上来个人 稍微有点优点 都给岗位 都给很高的薪水 好歹尊重一下我们自己吧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她其实前面 一直强调一点 她一直说我爱好是爱好 我专业是专业 而且她的目的很明确 她一直说要金融 但是杨蓉 已经给她灭了以后 我觉得她说谢谢再见 也是可以理解的 她说了 她有一半是穿着汉服来 参与一个节目尝试一下 有一半是冲着杨蓉来 对吧 她其实求知欲望 没有那么的强力 惊死而已 赞美 谢谢 谢谢